10日上午,居八卦媒体名侦探赵娃儿报道,歌手黄岐山疑似婚内出轨音乐人吕燕卫,有媒体下午致电黄岐山的经纪人,对方否认出轨传言,他还表示黄岐山和老公关系和睦,然而紧接着爆出,疑似黄岐山和吕燕卫今年4月与某酒店几日共进出,亲民牵手倚靠的酒店监控截图。 据报道,自称是张英离婚诉讼代理律师的任非凡爆料称,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,张英先生作为原告已经起诉离婚了,张英本名张文忠,黄岐山本名黄小霞,而造成两人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,黄岐山魂内出轨,出轨是作为诉讼中比较重要的理由之一,还有一些黄岐山自身的精神疾患,对张英先生心理造成了一些伤害,起因是由于出轨,结果是婚姻感情却已破裂,没有挽回的余地。 而该名律师指出,由于黄岐山已家暴起诉离婚,律师表示想根据事实,看三年婚姻中到底孰是孰非,谁才是这场婚姻中的过错方,还有希望夫妻的共同残善依法分割。